真是当初多嚣张 现在就有多狼狈 当街踩头殴打外卖小哥的醉酒女子 被刑事拘留了 其中刑事二字就已经说明 后果相当严重 但是每当我想到那个画面 就是一个二十出头的精壮小伙 被一个女子踩在脚下一顿输出 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硬是被打成三根肋骨骨折 我就忍不住问自己一个问题 到底是尊严重要还是法律重要 但这个问题咱们不探究 不过我突然想起几年前经历的一件事 印象极其深刻 足以让我记一辈子 那时候我儿子还在上幼儿园 有一天下午 突然接到幼儿园老师给我打的一个电话 老师说我儿子和一个同学打架了 让我去幼儿园一趟 到了幼儿园老师办公室的那个走廊上 我看见俩孩子都在办公室门口罚站 俩孩子都是低着头一声不吭 这个时候另一个孩子的爸爸也来了 我们俩呢是刚想敲门 就突然听见里面两个老师在对话 其中一个老师问 俩孩子究竟是谁先动的手 究竟是谁的错 为什么俩孩子都被罚站了呢 另一个老师说 不知道啊 第一个老师就说 不知道谁对谁错 为什么两个孩子都罚站呢 另一个老师说 看来你还是年轻啊 刚干这一行有一年吧 有一些经验太欠缺了 我跟你说 谁对谁错根本不重要 一会两个孩子家长来了 把问题解决了就行了 不管谁对谁错 目的只有一个 早点解决问题 早点下班 并且杜绝这种事情 以后再发生 别再找麻烦就行了 管他谁对谁错 俩小朋友互相拘个弓 互相道个歉 说声对不起 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都是小孩子又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 这样还显得团结友爱 如果硬要判断谁对谁错 那没有过错的孩子 他的家长能轻易了结吗 万一孩子身上如果有伤 那有过错的孩子家长就要赔偿 数额怎么定 万一人家不同意 我们是不是还要从中间协调 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 问题是不是更复杂了 解决起来是不是更麻烦了 就算他身上没伤 如果他家长执意要去医院检查检查 你还想不想回家吃晚饭了 然后那个第一个老师就问 说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另一个老师就说 你养过羊吗 我家是农村来的 我们家以前养羊 羊的性格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温顺 经常有羊会互相斗殴 每当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处理的办法都很简单 就是把两只羊各抽几鞭子 或者把这两只羊都拴到柱子上 都饿他们一天 这样以后 这两只羊就不会再斗殴了 让他们不再斗殴才是根本目的 至于谁对谁错 有那么重要吗 我当时听完以后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我跟另外那个孩子的爸爸 相试了一眼 敲门进去 我跟老师说 孩子不听话给您添麻烦了 我们回去呢 一定好好教育 另一个孩子的爸爸也是这么说 然后呢 我们俩没有让老师说太多 就各自领着孩子回家了 但是没过几天 我就让孩子从幼儿园退学了 然后报了个学前班 因为我觉得在一个幼儿园里 规则的制定者 其实就是老师 孩子们一切认知和对待问题的态度 都会被这个规则所左右 也许会影响他的一生 在这样的班级里 如果孩子最终培养成老师眼中的一个坏孩子 那当然不是我想见到的结果 可是如果孩子最终培养成老师眼中的乖孩子 就一定是我想看到的结果吗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年了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20年 但是还是历历在目 前段时间我聊怎么做自媒体的时候 还有粉丝问我 为什么自己就做不好呢 感觉没什么想说的 也没什么素材 我告诉你 那是因为遇到事情 你思考的少 记住的少 八卦的也少 其实生活中很多当时觉得很不起眼的 很普普通通的事情 如果你细思 你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先聊这么多 我是爱闲聊有观点的小郭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咱们下个视频接着聊更有趣的话题 再见